今天第二次用这块碗 有惊有血 惊的就是 昨天去了冲浪 然后也是没有拍冲浪的过程 就是带孩子也一起去了 小的那个 他玩的挺开心的 我呢 因为一起去这个小车的话 只能带那个短的板 带那个短的板的话 就才第二次用 就非常不习惯 那就是不敢往外冲 只是在那个冲那个浪花 累累死了 那个浪虽然其实蛮大的 就是力量非常大 就 推来推去 就是整个其实非常累 而且的话 其实我也发现了 其实不要掉以轻心 你以为板很小 或者说是浪花 就很安全 其实也要非常小心 那我都已经冲了那么久了 其实有一定的安全意识了 就是怎么防啊 这些板啊 如果不是 如果刚学的又拿比较大的板的话 那个浪被推过来打到自己啊 或者说在水底下浪花里面翻滚 然后板敲到这种可能性就要大很多 昨天我这样的话 我都被板抬到了 就是 还有一定的危险 大家要注意 还有就是非常累 冲了20分钟就感觉口干舌燥 哎呀心跳夹快 非常累 还好后来慢慢掌握了那块小板的平衡之后呢 就还找到一些乐趣 其实它就滑板的话就是 每一块新板要一定的时间去适应 适应完之后你就找到那个 你的平衡点就是这个板上的哪个位置 然后你要比如说浪来了 你肯定是得往前压 所以你压对了位置又没有过头 压压的太前的话 又会插到水里面去 如果压的太厚的话 这样就没有力气了 就整个 就把这个板就后面压起来就没法往前推动了嘛 就起不来 所以恰当的时候是蛮开心的 那个瞬间 然后昨天晒的 现在看不太出来 其实脸上肩膀上是有点痛啊 其实一开始 早上的时候是多云的就没什么晒 然后后来回来 下午回来之后就感觉很累 然后又脸上发烫那种红红的 像被水煮了一样 我冲冲那个浪花就好了 那我把海浪起来 这个海浪就好 我冲冲那个浪花就好 那我把海浪起来 这个海浪就好 我冲一冲往这块 这块板有惊有险 惊的就是偶尔掌握到它的位置 就是 它的位置 不能太浅也不能太厚 刚好恰当的位置 就是非常爽 飘起来 但是上板有点难 险的话 就是 虽然它板很小 但是 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特别是今天这样的浪啊 这种浪 虽然很想它卷起来非常均匀 刚才呢 我就是 我就是大概浪在我前面这个位谷 然后差一个力气的位置 然后浪一打 我以为它在我后面没有问题 结果 这个板又被卷起来 打到我的头上 就后面那个脚骑 非常恐怖 反正 今天基本上都在冲白浪 在冲这个白浪 试着怎么平衡怎么起来吧 还挺好玩的 很像 我那边在黑浪 我看他们的脚骑 就会发现了 对 我看电话 他在冲的 станов起来 有点 很像 我看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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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ested 打过 我看电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